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聚会 那刚刚魏老师已经有一个 很好为我的开场了这样子 所以我给大家幸运一点点 在国中的时候就跟着林老师 魏老师比较早开始接触长生学 那当然那时候我也是懵懵懂懂的 才十几岁 然后跟着林老师 魏老师到了现场 啊你要调整吗 因为当时人家开始做一工业比较少 那我就印象很深刻 就有位老师因为他的长期反书肩膀不舒服 就说要调整 那林老师都说 哎你愿意愿意愿意来帮忙调 我说妈妈要怎么调整 我就跟你们那时候 你们今天是书期反几几天 我看你们 魏老师有拍你们的影片 我看怎么已经好像调得很厉害的样子了 那时候我就问林老师说 妈妈要怎么调 来我给你们考试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 他的肩膀不舒服 请问你要怎么帮他调 一只手放哪里 哇你们好棒 那另外一只手要放定级缩道 哇你们好棒哦 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我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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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调 那林老师就说 因为很简单啊 他肩膀不舒服 你就一只手放七号 一只手放他的肩膀 我就说好 我就听话 当妈妈的乖女儿 就这样子放上去 然后眼睛闭上 就这样帮他 轻轻的调了15分钟 诶 调了一会之后 那老师眼睛在张开说 诶 他的肩膀轻松很多了 所以那时候我也很亚裔 原来长生学就是这么简单 把手放上去 把心静下来 就不一定有效果 所以之后 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当然我也看着林老师和老师 帮很多人调整 当时还没有医疹中心 当时的第一个医疹中心在哪里 你们猜猜看 在家里答对了 那时候就有相当多的人到家里来 让林老师和老师调整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自己做生意 所以时间上就比较能够自己来调配 就看到很多人在做长生学的过程当中 也都获得很大的改善 那长生学是一门非常宝贵的学问 非常宝贵的功夫 那你们今天学了 只要持之以恒的静坐调整 对你的体质 对你的身体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或改善 甚至更好的是 当你需要的时候 临时抱佛奖也很有用 那我们这几天都有学 学了长生学之后 回去要做什么样的功课 要静坐 你常常静坐 你的体质就能够获得提升 那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临时抱佛奖 你随时都可以把手伸出去 帮自己急救 或帮你身边的人急救 我自己对自己也临时抱佛奖过很多次 有一次我骑摩托车 脚受伤 脚底有一个五六公分的撕裂伤 赶快调整 很快就止血了 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安排了要爬 塔冠山跟御山的活动 所以我脚底五六公分的撕裂伤 缝了六针 但是两个礼拜之后 我就去爬御山了 然后也成功登顶 都很OK 没有事 然后我生了三个宝贝 都是剖腹产 那每一次生产完之后 我的家人林老师 魏老师都会帮我调整 所以我的伤口也规復得很快 没有什么疼痛 所以长生血再急救 再止痛 都有很好的效果 那在过程当中 我也因为拥有了长生血 可以去帮助我身边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刚刚李贵老师有提到的 我在这边上课的时候 那过程当中 拜拜 什么事 谁 蛤 什么 好 刚刚可可在那边啊 好 好 好 可可在偷看 好可可在偷看 我们在老大 现在小二 我等一下才会分享一下 我们在老大 那一次在旧金山小米哥的时候 也是有学员上来见证 他刚好那一期的主持人 他在两个礼拜间 开课的两个礼拜间 刚刚小中风 他说他刚小中风 哇自己知道 哇身体有状况 如果自己发现自己身体有状况 要急救的话 要怎么调整 第一只手机 另外一只手机就要放哪里 对心脏 你们都好放哦 你看在我旁边啊 这是我们家老大 现在小学二年级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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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个小的 她自己叫 两岁 嗯 然后呢 我就坐在旁边 就帮那个主持人调整 那她也很幸运 她一有中风的这个感受的时候 她刚刚在调整 很快这个时候 我的症状就消退了 然后她说她三天后就可以开车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感觉 那当别人在见证的时候 我就坐在旁边 我就坐在旁边 那帮我们的主持人调整 那大约大概调了二三十分钟 结果隔天回来 她好高兴哦 她跟我说 她本来洗澡的时候 脚没有办法挂进去浴缸 因为还有点不方便 但是我跟她调了一段时间之后 哇 洗澡一脚就跨进去了 这样子 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身体静默很多 所以只要你愿意做 你就不会忘记长生学 这是佛脚可以抱 但是我更喜欢的一句话是 由备而来 今天大家都学了长生学 我们知道这一波的疫情 刚刚缓和 在过去这段几个月来 也听到世界各地很多的人回馈 说因为她有学长生学 所以她的家人 真的因为这个冠状病毒 就不舒服 像在巴黎有一个 因为那时候她们都完全隔离 说症状没有很严重 不用来 结果她就在家里头 自己靠着长生学 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 就好起来了 我们也有学员 她去坐游轮 就是日本的那个游轮 哇你只被困在上面怎么办 很担心 她说她每天就是靠着长生学 一直帮自己调整 所以一直到她下床回家 都没有症状 都没有被感染 就是因为她有长生学这份力量 让她身体的免疫力 可以比较健康 比较强壮 所以恭喜大家 今天学到了长生学 不只以后未来的日子 万一发生什么样的意外 你都有临时的佛脚可以倒 而且这支佛脚很有用 你只要伸出你的手 就能够让你的身体很快地恢复 那你今天学了长生学 也能够让你的生活 在遇到不可控制的因素的时候 能够有备而来 能够更安稳地度过每一次的考验 那在这边祝福大家 那也希望下个礼拜的终极班 会再来吗 会 好棒 那也祝福大家在每一个 学程之后 继续到调整站 继续在你的生命里头 继续发挥长生学的力量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家庭美满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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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分享那么大的是怎么样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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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那个 因为他们也是忙活活活 上次主持人说 他们的体 那个 鼻子很好 说你好像活完 大概马上就过云了 现在就活活活去了 那老大我刚才想吃了一次抱佛脚 你有看到他戴眼镜了吗 有哦 有哦 那 我先说值得欣慰的部分好了 值得欣慰的部分就是 他国小二年级 个子蛮高的 然后也刚刚考上了台北的私幽班 所以在未来三年级开始 可以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 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 在他喜欢玩乐高 有很丰富的创造力 还有很喜欢阅读 博览徒兵之外 就是眼睛怎么了 近视日了 所以 但是 在台北我们就学习有规定 每半年要去做一次视力检查 那我上个礼拜带他去做视力检查 我就想说惨了 这次不知道要增加几度哦 不然又 因为医生说这个时候这个眼睛在承载 很容易 每一次去检查 你可能增加一个50度 都是很正常的 那我就想说怎么办呢 那去诊所检查之后 因为要点扇统计 让眼睛放松 那过个大概30分钟 40分钟之后 再做一次确认的度数检查 那平常因为都忙三个小孩 你知道没有时间 还好帮他调整 当然好利用那个时间 我说韩生坐好 这时候也不能够眼睛都张希望 妈妈认真帮你调 结果调了半个小时之后 再去复诊一次度数 然后进去整阶 我抱着坦克的心情 还好医生说 看他扇统放松之后的度数 跟半年前是一样的 我就说哇这个临时的佛脚 抱得还蛮有用的喔 我也听到很 谢谢 我也听到很多人 他就陪他的妈妈 陪他的家人去医院看诊 我们知道看诊都很花时间 对不对 他就用那个时间 一个小时吧 或者是两个小时的时间 帮家人调整 就有很大的改善 我真的听到蛮多例子的 比如说这些老人 失失了或者是重疯 他就用那个时间去调整 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在这里也 勤勉大家 学和长生学 一定要好好的善用 不要忘记了喔 他会帮助你这一辈子 会很辛苦快乐的 再次祝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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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